你别看它体量这么大 就以为它真的是一台普普通通的宝马 一个X系列的东西 它可是一台正正经经的M5车系 它的名字叫XM 是不是很奇怪 这个XM其实是已经独立出来一个M车型的 一个系列的一台车型了 你看它 只有一个大鼻孔 只有一个大人骨 你看就知道它不好惹了 是不是 其实整个车呢 我觉得说实话这些金色的元素呢 还用的挺好的 而且这个他们叫约克绿 反正我在这里是看不出来有点绿色车漆的感觉 就这种光打下来的更多的是蓝色或者亏色那种感觉 但据说这台车这种车晶呢 在墙光上面会很好看的 然后这个轮毂 大家看一下23寸的大轮毂 然后22寸的那个轮毂是蓝天白晕标的 这个23寸的金色轮毂是全新采用了 写了个BMW在上面的 我还是真的第一次见 然后你看这条黑色的我不知道叫 叫窗线还是腰线好了 反正整台车大的还是挺好看的 是吧 直坐在里面给我的感觉呢 确实跟坐在一台iX上面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这台车 它的引擎盖里面呢是长子一副4.4T 代号为S68的V18的大心脏的 然后再加上一组非常高性能的电动机 整台车的功率可以去到680多马力 8公里加速呢 也就是这个级别的 所以说这台车我觉得更多算是豪华 以及性能中间去做一个平衡 那么它售价250万 我觉得也是正常是吧 毕竟也不是我这种人能想的 卖瓶了 懒至在家里面 全都 Keine 老师 wagen 乖 我觉得